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叫花莉蕾 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是之前我发了一个美妆视频当中 众多小伙伴一直会问的一个问题 假睫毛假睫毛假睫毛 没有错就是我开频道以来呢 就最被常问到的一个问题也是 我的假睫毛假睫毛假睫毛 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假睫毛的一些种种经历 以及怎么去挑好的假睫毛 以及怎么去配戴假睫毛 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么的详细 怎么去配戴假睫毛 我会放在另外一支视频里 那如果你还感兴趣这支话题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本人呢已经是假睫毛佩戴 快有十年假睫毛经验的一个睫毛巾 当中呢我自己也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弯路 同样呢我自己呢也花了不少的钱 我觉得在假睫毛身上呢 我应该也没有个几万块 也个小一万左右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因为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买的最多 囤的最多呢就是这些假睫毛 这些只是我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他们的热爱呢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着迷 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怎么样去买一个合适你的假睫毛呢 在买之前呢我们就要先搞清楚 什么样的睫毛才算是好的假睫毛呢 首先呢是在你的眼睛上的这个假睫毛 一定是符合你的眼型的 能让你的眼神以及眼妆呢 有一个提亮的作用给你加分的这个分数加的呢 是看不应人而异的那我自己对假睫毛的执念是我觉得它在我眼睛已经有大概百分之六十的加分 如果没有配戴假睫毛我这个眼妆是完全不完整的 所以呢我每个妆容最后都会配戴假睫毛 尤其是呢对我这种睫毛比较硬很难刷出来的用户来讲的话 假睫毛真的是一个必备必备的产品 那如果你是和我一样 就是你的睫毛非常硬非常粗 很难把它夹翘 以及它很容易断或者是很难把它拉长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是配戴假睫毛 那很多人会说那带了假睫毛时间长了 会不会眼皮会松 其实这是根据你的一个卸妆的方式有关系 如果你卸妆是用这种撕扯式的话 我相信任何的眼皮都比较容易变松 所以呢我们的卸妆方式就是非常非常讲究 一定要是用眼唇卸妆液呢把它敷掉 敷到让它可以轻轻的拿掉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你的配戴方式对你的卸妆方式对的话 假睫毛完全完全不会伤害到你任何肌肤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 怎么去买一个你合适的假睫毛 在这里呢我总结了四个不 所以呢如果你牢记这四个不的话 我觉得你很快就会上手一个你自己适合的假睫毛 首先呢第一个不 是不要买便宜的假睫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今天所有所有的建议都是给新手小白的 所以我对新手小白第一个一个建议就是 你们千万不要去买便宜的假睫毛 什么是便宜的假睫毛 就是这个白盒子的这种 我相信你们一定对它不陌生 我自己开始接触假睫毛 就这种假睫毛真的就是在我的耳边啊 在我的眼前晃到不行 他们的名字都是叫什么台湾假睫毛 看到没有就这种 对这种一排一排版型 你会觉得哎好像戴上去应该还不错哦 然后这种什么公主 对这种我都会有买 而且买的还蛮多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都被我扔掉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天哪 我当时眼睛怎么了 那这种睫毛呢 我不能说它完全不好 但是针对小白 以及我这种比较深度用户来说 我就完全是个垃圾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梗又硬 毛又硬 然后又是黑黑的 它的利用率又低 那整个佩戴眼睛上又不舒服 又不服贴 通通的缺点它都有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真的打造不出来一个 让你的眼睛很自然的一个眼妆 就哪怕你画成了一个再美的眼影 用了再贵的眼影盘 你画的眼影暈染技术再好 佩戴上它 真的就是一个大减分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还在这种类型的 假睫毛当中 寻寻觅觅的话 我一定要是关掉这些链接 放下这些假睫毛 把它都通通扔掉 因为它是帮不到你的 它也不能给你提供 任何增分的一个动作 还有一种不要买的假睫毛呢 那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老师出的 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印象 这是老师出的 我最早的时候 看它出假睫毛的时候 就真的是通通买了 好多好多好多付 这几是其中剩下的几副 因为我之前用完了之后 都已经差不多扔掉 当时我会觉得 嗯还不错 但是真的是用过好的以后 我就觉得 What 那这些睫毛其实都不便宜 我自己也算过 和那些日本的品牌的 睫毛来讲的话 真的没有便宜 但是它的质量和品质 就是差很多 还有一个呢 是这种自创型的假睫毛 当然我觉得这种 是肯定会有好用的 只是说在你没有分辨 什么是好睫毛之前呢 这些睫毛 真的你很难挑出来 算是合眼型的 和你的就是品质的 你可能要买个十几二十副 才能找出一个 哎还不错的那个假睫毛 当然如果要是 少走弯路的话 我觉得就一次性 买一些贵的睫毛 会比较容易一点 还有呢 就是这种国主们 以及网红们 推荐的这种假睫毛 我个人觉得 嗯就很硬 就不是真的很好的那种 但是价钱都不便宜 所以呢 以上这种类型的睫毛 我是真的不太建议 初学者 以及新手们去入 因为你真的很难去分辨 而且是你佩戴的技巧 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戴在眼睛上也是非常减分的一个动作 那话说回来 什么样的睫毛 是推荐 新手们入的呢 就是这种日系的开架睫毛 一般型呢 如果你在日本旅行的话 在开架的药妆店 你都可以去找到这种 挂在墙上 就是满墙的那种假睫毛 那这种睫毛太多 琳琅满目 我们要去怎么去分辨 或者是怎么样去购买呢 尤其在初学者这样那个阶段呢 所以我本人比较常用呢 是日系有两大的品牌 其中的一个呢 是这个diamond的 我相信很多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在代购上也好 在日本的药妆店也好 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是分很多颜色的 每一季都有一个自己的主题 自己的颜色 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版型 会调整一些毛的软度啊 还有一个颜色啊 像这个是喀色系列 这个全部都是喀色的 所以呢 他们在设计假睫毛的专业程度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还算是目前top的几个品牌之一 他们家的所有的假睫毛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你非常非常好找 只要这样子的一个盒子 里面大概有五副左右 这样的一个量 但他有一个唯一的 我觉得是一个缺点 就是他的样式品牌翻新度太高了 所以呢 初学者呢 就很难快速的去淘到一个自己适合的假睫毛 没有关系 那视频的后半段 我会把时间先打在下面 我会告诉你 我推荐的一些睫毛款式 以及一些我手里的一些睫毛 佩戴的人群和眼型 如果你直接想看那些推荐的话 就直接拉过去看就好了 那言归正传呢 这个睫毛呢 我是真的你入的情况下呢 你要参考一下我给你的一些推荐的建议 关于入的渠道呢 我个人特别推荐的是你在日本当地买 或者去找代购 去代购一些他们当地采购的一个假睫毛 因为我自己好像是在中国的一些 所谓的柜台上有买到他们的假的假睫毛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避免你们踩坑的话 我特别推荐你们去日本代购 日本本地去买 渠道也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不是说中国买的 以及中国柜台上的就是特别好的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还有一个品牌呢 就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是我入睫毛坑的 我觉得十足 异弱异的睫毛 当时呢 我真的是尝遍了各种廉价睫毛以后呢 我就狠心去买了一个他们的睫毛 真的用完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原来 睫毛这么好配的 这么软 这么舒服 以及这么的让我的眼妆加分 所以如果呢 你的预算充足的话 他们家的假睫毛 真的是可以去入的 同样我要说的就是 他们家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的单价不便宜 应该是一盒只有两副 大概现在90左右的人民币 假睫毛来说是偏高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还不知道去买什么的话 他们家的9号还有一个是2号 是非常推荐你们的 但是呢有一些妹子呢 就会觉得我要淡淡的装 就是那种隐隐约约的假睫毛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他们家的都不太适合 因为他们家的毛非常的长 非常的显 夸张感 但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说 我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他们家也不要预入 但是呢 他们家的品质真的没有话说 推荐的渠道呢 也是当地采购以及COP的代购 那还有一个品牌呢 就是这个品牌 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个品牌的 就是这个logo 因为他们家的盒子 以及他们家的这个系列 常常在变 像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 他们家应该是最柔软的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呢 也是他们家品牌的 也是你看它的造型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都不是和这个系列一样的 因为它每个系列都不一样 这个品牌 大家记住也是可以入的 我觉得他们家 因为它的款式也非常多 他们家的系列非常多 也是真的 其实上来说蛮难挑的 个人推荐呢 是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的一些系列 还有这种一位一的呢 我就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他们家的六号是被pony带火的 真的真的很好用 而且就是很自然那一种 整体来说的是偏自然型的 它没有那种很浓密啊 很夸张的这样的一个假睫毛 我个人看下来都是属于那种 非常淡妆的这样一个系列 如果你喜欢淡妆的话 他们家的睫毛 你是可以多去关注一下的 如果呢 你的预算呢 会比较充足 以及你对假睫毛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喜欢这种自然型假睫毛 我个人推荐的这个品牌呢 是i love magic的这个睫毛 是蛮适合那种高品质需求的一些人群 他们的假睫毛呢 非常非常的软 适合淡妆的妹子呢 去挑选 一盒里面最多 你看这个是四副 像这种和这种呢 都是三副 所以相对来说 我个人说都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它的反复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 也不是特别高 因为它的软度决定了 它其实不太可以频繁的去清洗 也就是能戴个几次 你就必须要抛弃掉 所以它的整个利用率不是特别的高 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 那它都不是问题 再有呢 就是你非常喜欢那种隐形的假睫毛 就是呢 你是贴了没有贴一样的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这种 DOP 有 TOP的这个睫毛 它的睫毛那个盒子我都扔掉 但是它那个睫毛品质非常的好 毛有很软 然后梗也很软 戴上去就像没有戴一样 自然型 但是呢 我最早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些假睫毛 应该还蛮适合我的 但是我自己戴好以后 我会发现戴了根没有戴一样 所以这个不太适合我这种眼型 如果呢 你是属于那种眼睛不是很大的妹子 然后又想做淡妆的话 它们DUP的这个睫毛 是非常适合你们的 其他零零碎碎的一些品牌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也不是经常的会去配戴 只是说我觉得它们的版型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那这些呢 其实如果你到了比较中层的阶段 或者以及高级的阶段 你会自己判断 大概是不是适合你啊 以及就会买一些 可能会比较冷门的一些日系品牌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还要说的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用过好的假睫毛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假睫毛 这个是Valry Birthday的这个睫毛 我们家的睫毛真的是品质也好 它的造型也好 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那你看 我就是在淘宝上 故意买的一个是假货 同样是一个品牌 这个版型 这个系列 这个毛质就完全差的十万八千 而且它这个印刷 你会觉得就很好笑 它就不认真访 它会把这个壳子 访成这种粉色 真的很好笑 但如果说你没有用过 这种真的睫毛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它就是真的 以上呢 就是我对日系品牌的 一个大概的介绍 如果你真的是 从来没有买过日系的品牌的话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建议 大家是从日系开价的品牌入手 这样子呢 你会知道自己 一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 假睫毛的一个类型 二是你对品质上面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之后你再去买 国产的睫毛也好 自主的睫毛也好 你会知道 这一家的睫毛到底好不好 到底能不能修饰你的眼型 以及打造你 让你的眼神非常放大的那种效果 选对了产地 以及品牌的假睫毛以后呢 是不是就是真的是放心 随便买到一个 都是非常好的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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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这里呢 推荐新手小白们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要买黑梗 不要买硬毛 以及不要买浓密型的假睫毛 因为这些呢 都不是你们新手小白的菜 看一下这些呢 就是看上去应该会很自然吧 然后但是如果它是这种黑的梗 出现的这个效果 就是非常的浓密型的 衣食佩戴上面呢 其实它的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难佩戴的 而且它的妆效 没有那么的自然 第二个呢 其实它其实还蛮难掌控的 如果你没有一点点假睫毛的 佩戴基础的话 这种真的是非常不推荐 非常的显妆比较厚重 好了第三个步呢 我要非常的认真地给你们讲 就是不要买半截的假睫毛 以及不要把一整个假睫毛 剪成两三段那一种 OK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一若一的几号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它是一个半截型的 我买回来以后呢 就真的只用了它这一副 在后面我这一副新的 我就完全没有用过 假睫毛对这种眼长的 像我这样子的来讲话 它只贴了一半 那前面这一半完全是凸的 而且是没有什么毛的 前后反差非常非常大 那你是为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会觉得 我贴半幅非常的自然 但是真的在我这里 完全完全完全不自然 以及非常突兀的感觉 因为它半截 只到了我的眼尾 以及我的瞳孔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最需要体谅 瞳孔上方的毛是没有的 而且你刷是刷不出来 像这种长度的假睫毛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减肥的 如果你没有一些 把握型去贴这种半截也好 三段式也好 那真的就不要去碰它 甚至我看到很多博主 教新手小白们 把那些整只睫毛 剪成三段 四段 一簇一簇去贴它 那我想说 其实为什么不整排的 就去贴它 又快又方便的连贯 在你的这样的眼睛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很多博主就是说 这种贴法会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翘 我是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一样 但我真的是觉得 那种贴法 尤其是一簇一簇的 那种单只睫毛 真的是非常浪费时间 有些我觉得正常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贴出那种微微翘的感觉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副就是这种连排型的 然后你就把它夹翘就好了 拜托你们不要买这种一簇一簇一簇一段一段都不需要这些都不适合你们 甚至我现在贴了这么多年 已经快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也非常讨厌这种一簇一簇 以及一段一段的贴法 相对来说 我觉得它没有让我的整个的眼神 真的有非常夸张明显的一个不同 反而我会觉得微微的改变 就浪费了我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化妆时间 那是真的有点点不值得 所以现在你手里有这种一簇一簇 还有一段一段半截式呢 你都通通先不要去用它 等你真的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飞跃的时候开始 才慢慢的去掌握一下高难度的一个佩戴方式 那在接下来这个步呢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买非常夸张的假睫毛 比如说这种紫紫粉粉夸张型的啦 还有像这种红色以及排版非常不日常的啦 当然了我觉得新手在整个的购买的判断力上 应该也会有这种意识 就是说这些都不是日常的佩戴方式 我希望大家就是在买的时候 首先要贴合自己平时的日常出行 平时的上班上学 平时的一些妆容 以及自己喜欢的一些清淡的欧美妆也好 日韩妆也好 自己比较适合妆容去买一些自己比较合适的假睫毛 在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假睫毛的一些品牌 适合一下什么样的眼型 以及我喜欢的一些假睫毛的类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下什么样的眼型 带一些什么样的假睫毛呢 总体我大概把眼型分成两种 第一种眼型呢 就是像我这种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从眼头到眼尾其实它是一条长型的 就是长型的 是一些比较长一点的这样的眼型 并且呢 就像我如果没有带假睫毛的话 我的眼头是低于我的眼尾的 就是有一点点斜度 但有些人呢 他可能斜的会比较再斜一点点 那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圆形的眼睛 就是他的整个的眼睛呢 是圆圆滚滚的 然后可可爱的那种 这两种眼型的假睫毛呢 选择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长眼妹子 我建议大家选 尾部是有加浓加蜜 以及加长的那一种 这种的好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让我的整个的眼型 稍微的往下的拉一点点 也就是说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呢 我的整个的圆度可能会再远一点点 所以呢 如果你是长的 并且是斜的这样的一个眼睛 建议大家用一些尾部 加浓加蜜的这样子 那如果呢 你是圆眼睛的妹子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购买的假睫毛呢 是那种眼睛上方 它有加浓加蜜 会有一粗一粗感的 这样子的好处是呢 它你配戴完了以后 你发现你的眼睛呢 会更圆更大更有神 如果你是小白的话 其实就记住两种 一种呢 是这种排版比较稽疏的 梗的空间是比较空的 毛呢 也是算是比较牵长的这一种 这种呢 其实是适合那种上学上班 很淡很淡的妆容的 他们对假睫毛的需求 就是自然挂 新手小白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 再有一种呢 就是这一种 就是它的整个的毛促感呢 非常的长 然后并且呢 它们的下面的编织呢 是非常的紧密 只是相对于旁边 这一副来讲的话 就明显的浓密了很多 并且呢 牵长度也长了很多 这两种版型呢 其实都适合着不同的场合 以及不同的妆容的需求 那如果呢 你是欧美妆的话 那我个人建议呢 你就去买那种浓密又长的 而且呢 会有那种根根分明 眼神加深的一个独特感 那如果呢 你是一个小白 并且呢 你就是希望能有一个 上班通勤的这样的一个 自然妆容 那甚至呢 你是希望有人 看不出来你戴假睫毛 个人就建议你去买这种西术的 但是呢 以上不管哪一种 记得一定要买 个比较软一点点的 这样子呢 你佩戴起来的话 就会非常的舒适 所以呢 最后呢 选择呢 就是你的眼型 加上你适用的场合 以及妆容来决定 最后你喜欢的一个类型 掌握出以上的原则的话呢 就可能买到你 比较钟爱 甚至本命的假睫毛哟 那接下来呢 就要推荐一下 我喜欢的版型 以及每个版型 我比较中意的一些款式 首先呢 就要一定要说 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Decorative的 一个钻石系列 其实他们家钻石系列 有很多很多很多版型 然后也一直不断的来更新 那我自己现在手里呢 就是大概有五个版型 这样子 首先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的是 这个104 是被人家问的 最最最多的一个品牌 那104这个版型呢 是目前我用到的 就是能放大双眼 但是介于欧美妆和日系妆 很容易切换 这样的一个版型 如果你是一个日系 偏欧美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说 一个想化混血的一个妆容 的话 104我是真的非常推荐 同样比较密的呢 这一款呢 是111 那这一款戴起来的 这个感觉呢 虽然没有那一种 放大的混血感 但是呢 它也是那种 有一点点妆感的 这样的一个 假睫毛的一个装饰性 如果呢 你的眼睛不够很大 它又属于那种 圆和长的之间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的 就是这个111 那这款111的型号呢 适用于平时的日常妆 以及我觉得 有一点点小小小小 天顺的一个妆容 就让你的整个的眼神 共有那种提亮的感觉 那它又不是像 这种104一样的 就是会有那种 电眼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呢 你喜欢那种 温柔的一点的话 那111 我倒是很推荐你们 那剩下的这个四款呢 我个人觉得 都是差不多的 比较清透型的 然后梗比较松的那一种 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日常妆 淡妆 最好是裸妆的佩戴 那这种假睫毛呢 就像我之前说了 上学通勤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我要在这里 要提一句的就是 钻石系列的112呢 和这个沙溶子的6号呢 是真的正正好好 不小心赚了款 大家其实在这个上面看 可能这个沙溶子 会更密一点 但是呢 其实我在我的现实当中 我觉得两款 并没有太大太大的区别 如果呢 你是一个清淡妆 这样的一个挂的话 这两款呢 其实你买哪一款都差不多 就是看你自己 也方便买哪一个 因为它们的价钱 好像也是差不多 而且都是四支 那其他的版型呢 我都有分别的试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试带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就是这个vanilla birthday的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 我现在是有三个版型 分别呢是这种扇形 然后尾部加一簇 这种一簇一簇的 还有一种就是交叉簇的 这三种来说的话 我真的是比较推荐的是这两种 如果你喜欢那种 就是小混血的感觉的话 我个人推荐的是这一种 那这种其实在很多品牌 它都是有不限于这个品牌 只是说你们要选对品牌 买对品牌 那这一只呢也是同样的 整个的妆感也非常的自然 属于那种零妆感有妆感之间的版型 如果呢你喜欢日常妆的话 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这个品牌呢我要先说一个缺点 好像这个品牌在日本 或者是在淘宝上也都买不到了 我说的这两个版型呢 就真的有很多品牌都在有出 包括一些店主也有出 所以呢如果呢 你们想不踩来不踩坑的话 就是从这两个版型开始入手 但是呢就是有一点 就是说一定要买品质好的 因为呢我是看到过淘宝的一些自主品牌呢 真的是品质是非常硬的 所以呢如果你们买不到这个品牌 的话一定要去买 我之前推荐过的一些其他的品牌 最后呢就是这个沙蓉子系列 那这个沙蓉子的这个系列呢 不管它这个包装也好 还是里边的假睫毛的排版也好 真的是被毛宝已经炒烂了 翻烂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整个的包装都是仿他们的 一定要擦亮眼睛去购买 有很多都是改了一下 它们上面的一个字 就是说对 这个就是它们的一个版型啊什么的 就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当心这一点 这整个系列我大概有四款 那这个四款其实来讲的话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属于那种非常淡妆系的 如果你画欧美妆的话呢 我就不是很推荐它们家的 因为它们家的毛不会特别的长 属于中长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而且呢它这个梗呢 空间呢都是算蛮大的 所以呢如果呢 你是要欧美妆的话 就完全不适合 如果呢是喜欢自然妆的话 那这些就是非常适合你 首先呢我还是比较推的 就是这个六号 这个六号真的是我买了无数盒 因为呢这个排版实在实在实在是太妙了 作为就是裸妆系 还有是那种淡妆系 是完全完全适合的 那像这一款二号来说的话 是适合那种眼睛不是特别大 你的睫毛其实并不是很优秀的一些妹子 并且呢你平时喜欢一些日常妆 因为它可以混在你的真的睫毛里 让你的真的睫毛呢像被刷过一样 但是又没有任何的睫毛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像这款九号比刚刚那个二号还要淡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因为它的那个缝隙 就是这种空格的空隙 刚刚之前呢稍微再大那么一点点 而且它这个毛也没有很长 所以呢如果你还是觉得那一款比较有点点浓的话 这一款就完全完全的适合你 长度觉得都已经接近于睫毛膏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甚至有些睫毛膏拉的比它还要长 画一个清淡隐藏妆的话 那这一款的假睫毛是非常的适合的 最后一个四号 我这个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买它了 三五醋这样在我的眼尾后半段增加的 这是不适合新手小白 这个就劝大家不要去买 这个是四号记住 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Diamond系列 这个Diamond系列呢 其实我现在目前呢 手里的这些都是已经算是老款了 就是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好看的一些版型 可能是现在的新的版型里面也会有到的 但是如果是就这几个颜色 我不是很确定能不能买到 但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粉色系列是会有的 那这个系列呢我有三个版型 那这个三个版型呢 我推荐的是有两个 首先最推荐的是这个 就是尾部有一点点加长呢 并且呢它整个的排版都是这种一簇一簇的 这个是我曾经的万年回购 就是说我这一款应该是会一直一直回购 现在呢就是这是我最后的一盒 我可能还要再去找一下代购 看看有没有这个版型 这个戴起来以后呢 真的是可以让我的整个眼睛呢 稍微有一点点圆度 如果我的装是日系的装的话 它也是非常加分的 当中的加浓 然后就是旁边一点点简单的这个版型呢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其实对我的眼睛不是特别的友好 但是呢如果你是个圆眼的话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非常的适合你 最后的这个版型呢 个人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用过 我觉得很一般没有什么样就是妆效 我可能偶尔偶尔偶尔的时候 会再用一下它 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黄色系列 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属于那种非常清淡的 因为它的空隙还是算比较的嗨的 感觉上应该是都差太多 只是说有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区别 那像这种眼尾加长的 已经算是非常有存在感 像这种都是非常的弱的一个体现 所以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是非常自然清淡的话 这种都是可以入 看你的眼型 包括这种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淡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存在感 最后两个橘色盒子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刚刚那个咖啡色的 那个系列里边的一个黑板 觉得其实这个黑板 要比那个棕色的稍微有一点点 更能显得你妆容 妆型的那种妆容的话 这个还是挺适合的 算是那种 有点像种出来的睫毛那种 根根分明那样子的感觉 再接下来这个版型 有没有跟这个birthday的一模一样 对的没有错 如果你们买不到这个的话 去买他们家的这个版型 然后这个版型的质感呢 我个人觉得是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一定要比的话 还是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软 对这个还是原版的稍微有一点点软 但这里你买不到了 看一下它的品牌 有没有就现在代购 还有没有在做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我假睫毛的简单分享 这一期录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因为呢没有想过环节呢 我设计的太多了 所以导致我整个的一个视频 就一直一直录不出来 我已经录了好几天了 最后呢还是希望 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如果你要有任何的假睫毛的问题呢 可以留言给我 并且呢就是跟我说一下 你们还想看一些 关于假睫毛什么样的一个视频 关于假睫毛的佩戴的呢 我这边可能是会晚期出一个 我是怎么佩戴假睫毛 如果你想跟我一样呢 就是两分钟上手假睫毛的话 那就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追踪我的视频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